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法南 今天我做这个地方啊 我这打扮您觉得奇怪不 别奇怪 上了年纪之后啊 生活应该更丰富 我最近有一点丰富 知道吧 我现在是谁 我现在是一个退休的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 毕竟是退休了 就退休老头 退休老头原来是党委书记 这跟原来我在北京东城区的老头 普通人不一样了 所以呢 你看咱这一身松松垮垮的啊 这品牌的休闲库 这鞋都是新的 刚进剧组 我现在剧组里今天正在试装 这装还没弄呢 据说这个头发人家刚退休啊 头发呢不能这么白 所以呢 要稍稍呢收拾一下 我在这部戏里边演一个退休的老干部 这个退休的老干部呢 和我在东城区南洛古县里边那些老干部 有相向的地方 就是责任感很强 对吧 原来单位呢 这个人脉资源还都在 善于处理各种问题 就因为年纪到了 到点退休回家了 那回家之后呢 人退了 心没退 还是记挂着单位上的事情 单位上大事小行啊 人家来问我 帮人家出出主意 但是呢 又不干预年轻年轻的干部 回到社区以后呢 就街坊四邻呢 错综复杂的关系啊 小两口吵架啊 甚至楼上楼下 谁家敲水管子 拜许谁不着 就要弄得谁 神经衰弱 类似这样的事都管 所以说到这 我突然就想起来 当时我参加 中国第一部 大型情景喜剧 我爱我家的拍摄里边 文星于老爷子 扮演的角色 那部戏里面 您见过没有 我这边演过一个 演过一个就是 这个梁天演那个 志欣啊 志欣的一个朋友 打扶牛山上来 其实是个报社的记者 我给复明老爷子 这个做 做心理辅导 表演各种神功 老干部退休啊 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现象 我们现在中国社会 已经老龄化了 而且呢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 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了 北京也一样 现在我们这个电影 因为电影嘛 虚构嘛 它在中国北方 一个重要城市拍摄 但是呢 在电影里面 并不明确指 是在哪一个城市 但不管是哪一个城市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情况 来导演来来来 来寄跟 来来来来 导演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电影的美女导演 哎 美女导演素颜见人 很多女演员 不化妆不见人 我们的导演 天生丽质 所以呢 根本就无需化妆 她不在镜头前 她在镜头后边 我呢 是她 这个电影里边的 我是个群众演员 人家是个美女导演 跟大家打个招呼 在我的节目里 大家好 就是我是 孙娅老师的忠实粉丝 很高兴的合作 有机会合作 我很荣幸 我第一次见到导演 导演呢 如此青春亮丽 而且呢 像他这样 很多人都是把自己 拾头一下 然后争取在镜头前面亮相 但是美女导演 导了很多戏 现在呢 是很有名气影响 这个片子里边 制片方呢 是专门找到了 个美女导演 敢问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顾 顾柯宇 顾柯宇 好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位 重要的人物 这是我大哥 叫张大哥 张大哥 张大哥 就是张作霖的张 张学良的张 也是 司马大师弟 哥们 张 张大哥 张盈 三十多年前的哥们 对 张盈同志 是中国 志同道合者 张大哥山东人 山大中文系 您七七的七八的 七七 那我们俩都一届的 山大中文系七七 我是黑龙江 商圈 黑商七七 都一批人呐 但是我们黑商 我们学的是商业经济 您学的是文学 山大中文系 你一说就想起李希凡 小人物啊 想起蓝龄啊 想起毛主席 提词的山大的那些事 所以这个张先生 毕业之后 在山东文化界 文艺界 乃至在全国 广有影响 您说说 您弄的片子 最有影响的 孔子算吗 孔子 水虎 水虎 了斋 辽斋 大顺 大顺 马上要搞定 还有江子 哎呀 所以大家感觉到了没有啊 今天我们拍这个城市戏啊 我们都市戏啊 当下的这个小戏啊 那是我们张盈啊 张导 张大哥 他的一系列经典作品 厚重的文化作品 之外的这么一个小戏 我能够在这个戏里面 扮演这么一个退休老头 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 我跟张大哥三十多年前就认识 那说起来是1991年90年 是吧 太早了 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干电视的 嗯 那干电视的 那个时候张大哥 还有呢张大哥的一些朋友们 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了 说这个叫司马南的家伙 嘴不狼击的 这个家伙能当主持人呢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就认为 司马南是有可 可以培养一下 成为主持人的 后来我果然就当了三流主持人 哈哈哈哈 中国第一 我一说都说网红不网红 都是特别大的思想家 能够从网络上 称之中国第一 我觉得前无古人 后来的司马大师第一 绝不夸张 天哪 这话说的有点吓人 不吓人 不吓人 我不愿意在这个网上去多说话 但是如果让我说的话 我说出来的话都是实话 司马大师 他这个大师不是一般的大师 他文学大师 他艺术大师 他政治大师 他跟老百姓的这个关系上 他也是大师 早年他反 邪教反法雷工 我们志同道合 那是 对啊 后来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站在 我说的高一点 但是也不够 站在国家利益上 站在老百姓的利益上 说的都是实话 都是真话 所以说他也是老百姓的 非常棒的贴心人 好了 大开大主 到死就讲 这话说都是害怕 我们说了 再说就成了 谢谢张导 导演刚悟 介绍了一句导演就走了 这么怠慢了导演 我跟各位说 这个张大哥呀 今天晚上是一高兴 欢迎我呢 喝了两钟 所以刚才如果您觉着 哪句话说冒了 哪句话说的不够客观 不够周演 那一定是那酒起作用 山东有好酒 所以张大哥 如果说的不得体的话 您就原谅他 那酒起作用了 对吧 如果他说的合适的话 您觉得能够接受 那就张大哥这人有水平 不过总的来说 因为当面嘛 中国人特点 喜欢说说优点 我这人缺点很多 我这人毛病很多 我是一个有缺点的人 我是有道德下词的人 我是一个有背下情操的人 背下情操 道德侠次 有缺点 还有毛病 最大的毛病是嘴碎 嘴碎就是画牢 画牢就是欠 欠就是欠奏 所以我这辈子得罪太多的人 演戏的好处是不怎么得罪人质了吧 演戏是虚拟的啊 现实生活当中 然后你扮一个角色 导演说你是他 哎 你就变成了他 于是他的喜怒哀乐 他生活当中 您知道吗 在这个戏里面有个特别好玩的事 我呀 有个闺女 我那个闺女啊 从国外留学回来 回来之后 我那闺女给我带回来一个 一个串 串 知道什么叫串吧 嘿 就给我带了一个 混血的这么一个外孙子 哎呦 这外孙子太好玩了 刚才见面 这外孙子 金发比尔 有那么一点 但是呢 有中国人的基本的轮廓 所以呢 这中西河壁 本来嘛 这个世界呀 地球村了 一体化了 对吗 全球化了 你中游 我中游 你了 大家做买卖了 大家谈恋爱了 大家 还有 过起幸福的日子来了 所以呢 咱外孙子都是外国人 有什么不好呀 好呀 但是这个世界偏偏有人呢 有政客 有反动脉 有帝国主义分子 有霸权主义分子 他们非要把这个世界 弄得鸡犬不宁 就不想让这个世界过好日子 所以呢 现在 这个 全球化正在变成半球化 所以有人正在致力于脱钩 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人就不想让中美两国人民互同有无 逐渐走进 然后呢 结构出一个in order的世界 一个有序的世界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呀 那总是 你看中国的实话小说 总是有神又有魔 孙悟空总是跟各种妖精斗 所以今天 我们无论拍电影也罢 做电视剧也罢 或者做网络节目也罢 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也罢 我们总是要和那些反社会的 仇恨社会的 那种势力作斗争 我们总是要把人心当中的真善美的东西激发出来 让这个电影感人 我们的电影呢 今天呢 是在市场 明天才开拍 所以今天呢 我刚一见面的时候 我就随便跟您唠叨几句 好了 因为刚刚进组 还不了解底细 不了解情况 说不了那么多 我刚刚下了火车之后 你知道吗 我们吃了一顿山东地方小吃 哎呦 那酱大骨棒 放上那个香啊 还有啊 就把那个蘑菇给它撕成丝 然后呢 裹上点面糊 然后再过来一炸 有人说 那谁不会炸 哪都可以这么做 我告诉你 山东的这个炸这个蘑菇啊 炸这个鸡土菇啊 它是和那个葱 又在一起炒了一边 不只是炸 因此它就出来一种复合的香型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厨子 我每天做饭 所以我对人家一道菜 那个做法 还有那特殊的味道 我非常非常敏感 我从小 我听我们乡下 那个高音喇叭里边 我对每个播音员的 吐字归音都高度敏感 因此我这耳朵呢 是很好使的 那后来我变成厨子以后 我又对每道菜特别敏感 山东卤菜 那是世界 中国几大菜戏 山东卤菜啊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F调 就是那个首音 就是京剧里的大清衣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基础 所以到山东来拍戏呀 我跟你说啊 不但是呢 享受角色 不但是受故事的这种心讨 而且呢 山东美食等的 好了差不多 这时间就说到这 感谢收看 再见